早安 来了 不知道谁每天说起得比鸡早 还迟到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我因为关心天天跟明星姐 给他们买的水果 不像你 只关心你那些植物 也比你天天来捣乱的好 干嘛呢 这么讨厌啊 你们俩怎么这样啊 一见面就欠 有那么多工作都没做完呢 就做出这么一件现样的衣服来 还有时间到啊 好好好 不闹了 不闹了 别着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对吧 别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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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天 别动 别动 干嘛啊 这儿有东西 别动手动脚 别动手动脚 这不是 我又不是植物 你老教我干嘛呀 你连植物都不如 我教你都浪费水 明月 人家天天是王爷的女朋友 你在这儿凑什么热闹 真是的 别动啊 吃吃吃 你动什么动 别动 好了 好了 吃面了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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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了 就这样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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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心 过儿 回来啦 妈 我想清楚了 我要认真地对待这次设计大赛 你帮我告诉一下沈天天 让她在制衣室等我 我要好好地跟她讨论一下 这次设计的想法 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不恨妈妈了 妈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过去说过那每一句话 都是对的 我注定是你的女儿 我要扛起整个公司 我跟沈天天的个人恩怨 和公司的生死比起来 真的不算什么 所以我不会再跟她闹别扭了 但是我不能第三下死地去求她 妈 你会帮我的 妈 你要长大了 你能这么说吗 张太高兴了 不然我们现在还只能长着 沈天天翻身 你要学会认态 学会生委屈 莲娅 茗娅 我们的女儿长大了 她经历了很多 她现在能帮我办事了 我是不是该高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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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